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开始 社会焦点先来关注的是 新北市发生的人伦悲剧 84岁老妇人被发现时 倒卧在屋内客厅死状凄惨 一旁还有两把菜刀 警方怀疑双手沾有血击的 妇人儿子是凶手 将他上铐带回派出所调查 而募集者是朋友 委托要去死者家拿东西 可是从门外看到命案现场 吓得赶快跑去 立办公室求救 头戴安全帽被原警驾着 从屋内带出来 他就是杀害母亲的凶嫌 警方第一时间货报赶来现场 但嫌犯疑似拒不开门 消防队协助破门 才把凶嫌逮捕 他说11点在这边看到 然后他到1点多2点的时候 叫我里长过来这边 我赶快就报警 他下地大票 因为他开门的时候 见到那个男生前部 全身都是血 然后那个马上躺在地上 案发现场 拉起封锁线 其他家属接获 专案小佐通知赶回来 但看到死者的状况 崩溃大哭 甚至也有邻居透露 前一天才看到母子两人出门 没有想到竟然发生憾事 这起原轮悲剧发生在新北市新店 4号下午1点多 当时有朋友要到84岁的死者住家拿别人寄方的物品 结果59岁胸贤一门 双手都是血 还从门缝中看到死者倒在血破当中 立刻冲到里办公室求救 现场死者头部颈部有刀伤 警方以现场立即逮捕换险带回分级行文中 有关换罪东西尚待离去 警方事后在现场查扣两把菜道 以及其他相关证物 并将嫌犯带回离亲 也陆续联系同住家人了解情况 是什么原因要对母亲痛下杀手 TV有新闻总部的 持续追踪这起杀母命案 附近邻居说嫌犯平常跟妈妈同住 邻居说偶尔有听见两人争吵 但母子关系不算差 平时嫌犯也都会陪妈妈运动上山种菜 也会帮妈妈到市场做生意 没想到这回疑似是因为争吵 就在家里把妈妈杀了 死者的四名儿子和二儿子长期住在这边 不过邻居透露他们彼此之间不太有互动 也对他们不熟悉 80多岁的死者竟然在自家被儿子杀害 59岁的嫌犯平时和妈妈住在一起 还有另外四个兄弟姐妹 但他疑似偶尔会和妈妈发生争执 没想到这回竟然动手杀害妈妈 邻居说虽然这一家人已经住在这里好一段时间 但不算太熟不清楚一家人的状况 所以也不晓得这他们什么时候搬来 也不知道 也不晓得 没有透露 只是今年累死的案件已经不是第一起 今年一月小年夜晚间一名男子在家中和爸爸吵架 一气之下竟然拿哑铃攻击 爸爸头部受到重创 伤众不治 没想到短短半年又发生第二件杀害父母的命案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新北吐成一名十岁男童走去补习班的路上 戴了四年的智能手表竟然突然爆炸起火 手腕瞬间冒出火球相当的惊悚 而他痛得放声大哭尖叫 那么到卡尔币的彩券行 立刻幸好老板帮他擦药联络家长 小男童走到一半突然把伞丢到旁边 因为他的手腕突然冒出大火 他也拍不掉 连书包也被甩在地上 林一鸣走在后面穿黄上顺男童 撬了倒推好几步 几秒钟后火自己熄灭 他想捡起地上焦黑残骸 插点也被烫到 两人拎起书包跟雨伞在原地不知所措 隔壁彩券行听到骚动 赶快出来帮忙 我以为是小孩子尖叫声 我以为他们在玩 可是后来奇怪越叫越大声 我老公就从我们这个店面跑过去 哇塞 吓死人了 整个手都是这样子 他擦药 我吓了一跳 我说这不行啦 我带你去看医生 事发就在新北市土城 两名男童是双胞胎兄弟 补习完老师赶紧打119 同时先冲水降温 男童手腕皮肤脱落 还有烧焦痕迹 瞬间大火造成二度烧烫伤 恐怕得做直皮手术 复原起码要一个月 而罪魁祸首竟然就是他 儿童正能手表已经被架到解体 因为有定位跟通话功能 不少家长会买来给孩子带 这只表是男童妈妈 原来四年前在募资平台购买 使用状况都很正常 家长目前想先以孩子伤势为主 后续再来思考求偿跟申诉问题 但小保官要查了 我们可能也会跟人相关的 理居处中 其实也不在调查了 他这个上面只有安全性的预律 先看这个安全性有没有问题 他如果安全性有问题 他可能就会有下家或回收的问题 还要采券行老板扶起党 第一时间帮烫生的小年童擦药 还接紧认出补习班的位置 让老师迅速联系上家长 并通报119送医 掌握到黄金治疗时间 提别新闻 蔡明逊五月新北报道 有一名房东遭指控性骚扰 当事人是一对姐妹都还在读书 为了生活有照应 同一层楼各租一间套房 却发现房东都曾经约过他们出去吃饭 而且过程当中都有让人不舒服的举动 听着手里的录音证据 女房客回想当时情况 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来台北念书跟姐姐在外租房子 两人指控房东对他们不礼貌 会离你近一点 然后摸的方式很快 她是先把手放在你儿子肩膀或者背上 然后很快往下滑下去 当下妹妹都有表达不舒服 当事人是一对姐妹 姐姐在去年九月上网看到 台北是一间六平大的分租套房 月租一万元押金两个月 对于学生来说算可以负担 妹妹也一起住进来 两人都住二楼各租一间套房 发现房东的行为让人不舒服 录音搜证 上个月三十号一起退租 还钥匙到派出所提告 而房东也在隔天到案说明 否认指控 其实我跟阿东一直没有跟你接触 就我要出去的时候 他的侧面碰到我的手臂 背喊一下 我跟他说 不好意思这样而已 我摸你屁股 他就同步在想 我给他激了就讲一句说 拍他一下怎么样 他的录音这个跟事实都不太一样 搞不好说我会为他来讲 可是后来我听到我妹妹的事情 她还问我说 房东会不会一直想要去 因为我出去 就是出去的时候 她会不会一直想要碰 然后我就说会 那我才知道原来 原来就是 原来我妹也发现不一样的事情 姐妹两人原本想说 注意起生活有照应 这位提告 而不是就这样算了 也希望公布租屋惊魂 未来不要再有单身女性受害 所以女生租屋的时候 在外头更要格外小心 房仲建议 女性尽量不要单独去签约跟查看环境 如果有什么情况 最好录影保留证据 另外入住时也可以换锁 或者是加装门栓 避免前一个房客或其他人闯入 现在是毕业季 不少新鲜人都会在外租房子 有专家就建议了 入住的时候可以把门锁换掉 等到退租的时候再还给房东就好 另外也可以加装门栓 以防有外人入侵 打开大门 每个细节都要仔细检查 就怕像这回一样 房东私自闯入女房客屋内 一个人住在房子里 该怎么扫心防范相当重要 很多偷拍设备 它其实是有那个红外线 那红外线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出来 但是呢 其实你只要把电灯关掉 你在暗示的情况之下 你用手机镜头去拍 其实是拍得到红外线 除了注意有没有红外线 另外还要检查屋框 因为墙壁天花板插座 都有可能装针孔摄影机 也要注意有没有可疑的线路 另外在入住时 也可以租用侦测窃听窃露设备的侦察器 以免一举一动被录下来 那看房子该怎么保护自己 你进去的时候 你们从头到尾都不要是关着的状态 我可不可以拍照录影 那大家就知道说 哦这个房客是一边看房子 一边会录影 女性朋友看房 务必要找亲友陪同 如果只身前往要记得随时录影记录 而最近MeToo风波不断 增防搜证器材 也成为女性的购买产品 搜证需求的话 是建议这几个比较随身的物品 就像行动电源 然后跟眼镜 然后眼镜的话 就是可以平常就可以这样戴着 就怕身边发生性骚扰 却求助无门 不少女生在赴月前 也会携带针孔摄影机 样式多样化 也很居家 不容易被人发现 如果发生性骚事件 留下记录 也能让自己多一份保障 第二次王金融出派与台北栽访报道 国际焦点先来关注的是 美国正值国庆假期 各地都出现极端气候 像美国西南部有野火跟热浪 中部跟东部地区 则是被雨淡袭击 芝加哥才被雾霾锁苦 马上又出现暴雨 加拿大野火延烧近两个月 更多的农烟 往外飘消防员 忙得不可开交 不只加拿大 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 野火又蔓延到 五号隧道的位置 恐怕波及上百座的建筑 而在往南的亚利桑那州 也无能幸免于难 今年美国的国庆廉价 极端气候俨然成了 关键字 新南部地区饱受热浪所苦 德州还传出多起热伤害死亡案 民众放假外出 只想去游水的地方 反观美国中部的芝加哥等地 上礼拜还在为加拿大 飘来的浓烟叫苦 不料几天过去 又碰上雨淡来袭 部分地区石雨量标破70毫米 导致高速公路水淹沉灾 就连大卡车都有半个轮胎 泡在水中 当地官员表示 这恐怕是芝加哥 1987年以来碰过最大的雨势 而恶劣天气加上 国庆出油潮在使得美国空中交通大打结 截至当地时间 周一的下午 共有超过2500架次的航班被延误 还有800架航班取消 预估情况还可能继续 远在大西洋另一头的英国 也感受气候异常 英国正式创下史上最热的六月 平均气温达到15.8度 比1940和1976年6月所测得的 14.9度均温整整高了0.9度 今年极端气候看起来特别的严峻 部分原因也是受声音现象影响 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近期就因为干旱水位偏低迫使当局要限制大型船普通行 事实上当地一座运河水库已经面临干涸 其余南美洲的国家感同身受全长近4900公里 流经巴西巴拉圆和阿根廷的巴拉纳河 一度因为干旱失去核运的功能 严重冲击人类经贸生活 上个月墨西哥还标出50度的高温 今年以来也通报破百人遭热死 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警告 2021年时已经有8.28亿人因气候危机面临饥饿灾难 若问题无法解决 预估本世纪中叶前面临饥饿的人数恐怕再增 8000万人 美新闻综合报道 没有错 全球都面临极端气候威胁热浪来袭的影响 其实不止英美 台湾也是一样 而且最热的时间还没到 接下来还会更热 详细由赵尔记者李作和 好 这期天有天气真的是好热好热 其实在今天的下午呢 包含了云林 台南 高雄 屏东以及花莲 是气象局发布了高温橙色38的灯号 也就是高温可能会来到38度 另外包含台北其等12个县市 也都可能会来到36度 这么热的天气要持续多久呢 我们看到预报员张承船 他就说这个库夏真的要来了 像是本周的天气会越来越热 而且在局部的地区很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也提醒观众朋友如果出门的话 防晒记得要做足也要多喝水 另外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东南部容易会出现焚风 那么呢他也提到说至于在雨势的部分 周三开始雷震雨会主要剩下在山区的地方 另外周五周六会是最热的时间 这个最热可能大台北地区会来到37度以上的高温 这么天热的天气就要小心中暑了 真的会是比较严重的健康风险 然后透过关键的预防方法 也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 不用受到中暑的危害 周一社就指出 夏至时节一定要随时随地补充水分 饮食尽量清淡 也要避免过度劳累 如果从事户外活动 就一定要做好防晒 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 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 台湾夏天特色就是温度高湿气重 这样的闷热感 其实也会造成体感温度升高 比较会对人体造成热压力 若无法马上排除 很容易发生热伤害 出现症状像是体温高 头痛 头晕 恶心想吐 全身无力等 状况严重者可能会意识不清 有很高几率是中暑 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因为气温很高 那一些户外工作者 那或者有些在户外操练的 这些阿兵哥们 因为散热不良而引起体温升高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 这个就是热中暑 那这个要赶快送医院 那另外一种最常见的中暑 是叫做重因素 原因就是说我们的体温 调节不良 那像很多上班族 在上班的时候 在冷气房里面 温度比较低 但是到了中午要吃饭 买个便当 或者外面吃饭 换回来 又开始 在寒冷的环境里面 因为体温的调节的能力差 所以温差 调节不良而引起头痛 中医师指出 夏至时节 一定要随时随地 补充水分 饮食清淡 更要避免过度劳累 日常生活中 能够有一些像消暑的饮料 像山楂 或者像一些像货香 这些薄荷 这些当做茶饮 那平常它有消暑的作用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古时候叫做阴暑 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真的中暑 它叫冷热不和 也就是说我现在外面 40度 38度 39度高温 外面很热 我流了一身大汗 可是我进到室内的时候 它反而是什么 27度 26度的冷气房 这个十几 20度的温差 它会造成我们人体 在体游界体温上 流汗的一个障碍 所以这时候你也会觉得 为什么突然一下子 就头闷闷重重的 不舒服 昏昏的想睡觉 那这个其实中药 我们开立的处方 就会跟我们刚刚讲的 阳暑是完全不一样的 若要摆脱夏季炎热 造成体内湿气重的问题 中医师认为调整饮食 减少喝冰凉 填饮控制冷气温度 洗完头后 马上吹头发 下半身肌肉训练运动 也能除湿气 其实中医对于中暑 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见解 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暑 是特有的 第一个就是湿气很重 所以中医对去湿 有很大的效果 第二个就是热 所以大家都觉得湿热 其实就是闷闷热热的 所以中医不只清热 还要去湿 中暑分为阳暑与阴暑 由不同原因造成 因此改善方法也不同 关于中暑这个问题 要先跟大家厘清 就是在中医传统 有所谓的阳暑跟阴暑 那什么叫阳暑跟阴暑呢 它的意思就是分两种 我们先想象说 你今天工作的场所 是在一个炎热 高热 会一直流汗 大汗的地方 什么样的人呢 比如说在外面跑 外送的啊 或者是你是一些 蓝领阶级 在工作的啊 在工厂的啊 没有冷气房的 那这种人 他就会大量丧失提议 夏天若从事户外活动 必须做好防晒 多补充水分 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 叫凉爽时来进行 就是中医有一个重要的 清热的穴道 就是手上这个叫取磁穴 那取磁穴可以搭配 虎口这个叫河谷穴 所以取磁 河谷加大锥 就可以很容易 把身体的这个热 把它宣散掉 那去湿呢 最重要就是中医说 要健脾立湿 也就是说要透过肠胃 把这个代谢消化吸收调整好 就可以把湿气排除 中医师提醒大热天 如果排汗系统出了问题 体温飙高40度以上 会昏倒中暑 一旦中暑 患者的体内对电解值 温度代谢出现异常 若没有妥善处置 严重者致命风险高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二国最焦点好来关注就是 乌克兰大反攻 推进速度变得缓慢了 因为俄军不止顽强抵抗 现在更传出 将增援18万大军到前线 而且这次派出的 包括不久前才 从军的风暴Z部队 这个部队是俄罗斯国防部 防向瓦格纳到监狱内征兵 有很多都是重刑犯 一跳下装甲运兵车火力全开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士兵 持续在巴赫姆特和俄军击战 利用树林当掩护 却遭遇俄军重炮攻击 被震道趴在地上 眼看乌克兰反攻行动 进入第四周 快满一个月了 打的是步步艰辛 尽管乌克兰不断公布 利用无人机地雷等 殲灭俄军部队的画面 但是打一个礼拜 才推进九平方公里 这几个礼拜加起来 也大约只有150到160平方公里 进度是极度缓慢 就是因为俄军 也找到反制的武器 那就是俄罗斯自产的 六叶刀无人机 说着说着就听到炮弹打来 柳叶刀成本低廉 容易制造 还具备不易被侦测的特性 和俄罗斯的S300飞弹 动则数十万美元的 制造成本相比 柳叶刀无人机 大约是300万卢布 俄军拿来轰炸 乌军的昂贵精良军武 可说是CP值很高 但乌军也不会轻易认输 不过此时还有个坏消息传来 俄罗斯没了瓦格纳 但似乎经过短暂盘整 再派18万大军上战场 哪来那么多兵力 专家分析 俄罗斯防瓦格纳到监狱招兵 而组成的风暴Z部队战多数 正规军事体系出身的俄罗斯军人 恐怕是极度厌战 又有俄罗斯士兵拍影片指控 指挥官下的命令 形同自杀式任务 拒绝服从还被强制拿走武器 反观乌军似乎还是士气高昂 年仅21岁的乌克兰士兵 从波兰回到家乡从军 就说希望能保家卫国 如今在大反攻 更是不能轻言放弃 乌克兰国防部强调前线 死守不退 就希望西方盟友们 不要放弃乌克兰 CN专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坦言对乌克兰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北约封贵倒数中 乌克兰极力拉拢美国 渴望获得肯定答案 另外也传出北约的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的任期将第三度延长 再留任一年 就是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 领导阶层不要有任何变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军在用自杀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北部的苏梅 至少两死十九伤 乌克兰在大升几乎需要西方军援 更多先进的防空系统 而俄军最近我们也看到 他加大攻击力道 甚至可能引爆闸波罗热核电厂 似乎要对外展示 军事行动不受瓦格纳兵变的影响 天上一个黑色小点 发出令人不安的嗡嗡声 下一秒只见这个黑点快速坠落 随后传来巨大爆炸声 与黑色蘑菇云 在一点串像枪击的声音后 又出现一声爆炸 乌克兰北部苏梅地区 周一早上遭俄军用伊朗自杀 无人机空袭 被削去一角的建筑 打火不断延烧 乌克兰总统泽隆斯基说 这就是急需西方军援 防空系统的原因 还有情资传出 俄罗斯可能准备炸毁 扎波罗热核电厂 乌克兰总司令 还特地前往勘察 俄罗斯不断轰炸 乌克兰境内平民基础设施 刻意对外展现 瓦格纳先前兵变 对前线战事没有影响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 也是在兵变后 首次出面谈话 另外目前待在白俄的 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神隐七天后再度发声 这也让泽伦斯基大酸 普清已经管不动自家军队 不过普清恐怕还有后招 他近期和俄罗斯选委会官员见面 讨论秋季在乌克兰 二战区办选举的可能性 让这些被侵略的领土 理所当然纳为极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电视频 地盤的地盤